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真是时宜事宜,网络一直盛传,三十年前的1994年10月,美国海军小英号航母战斗群在黄海,就派出其舰载的两架EA-6B电子战机,实施电子干扰,让我军在华北地区的雷达布满飞机小光点,让上下高度紧张,如临大敌。 当时济南军居空军,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,紧急起飞了战机,处理空中异常情况,准备拦截,可海空军战机起飞之后,却怎么也找不到大规模的机群,反复找了一段时间才发现,是美国海军两架EA-6B电子战飞机作祟,据说当时雷达屏幕上出现的机群,是至少120架,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,我们会多么被动,会怎样被戏弄。 那时候中美两国在电子科技方面,差距可以说很悬殊,也是那次美国海军电子战机的挑衅干扰,让中国上下通定四通,竭尽全力研发自己的电子对抗系统。 雷达系统和电子战飞机,有了不亚于美军EA-6B的歼16D电子战飞机,运久专业电子战飞机,以及像英机91等等不同型号的反辐射导弹,还有一支专门从事这个领域斗争的兵种,那就是战支部队。 那么我们能力怎样了呢?是骡子是马,得拉出来溜一溜,近日社交媒体和网络盛传,在2024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开演第二天,中美隔着菲律宾,在南海黄岩岛周边进行了一场,时长12小时激烈电子战,结果美军败退。 这个消息有没有可信度呢?据菲律宾媒体报道,网传中美激烈电子战期间,菲律宾北部的GPS信号全面中断,通讯和雷达设施也出现了大量问题。 网络卫星、电视电话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停摆现象,社交媒体还有菲律宾北部当地网友证实,6月29日至30日两天,当地网络信号受影响,这从第三方角度侧面证实了这个消息。 按照网传说法,这次激烈的电子战起因是官方证实了的,中国海警南海打捞起了美国P-8A反潜机,投放的水下反潜探测器,之后美国进行挑衅,派出了RC-135电子侦察机,和其最先进的EA-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,图谋夺夺取该地区的电子控制权,对我们进行威慑,同时给参加环泰军演的小弟们打击, 面对美国的挑衅,中国则派出了高新系列的运九电子战飞机,配合先进的预警机和歼16D电子战飞机,加上海面山东舰航母战斗群坐镇支援,构成了一个更加强悍完整的电子作战体系。 在长达12小时的巅峰对决中,让美军偷击不成18米,这补及了消息的背景,不过大幅度提升这个消息可信度的是如下两件事。 一是在中美电子战基站的当晚,南部战区官微发布一个意味深长的短文,并配图军舰猛烈开火。 参考五月那一系列晚安文,普遍解读是又干了大事,毕竟盛传的12小时中美电子战,发生地势南海,正属于南部战区责任区域, 有网友甚至解读,避海,发生在海上,深处,远离我们的家园,硝烟,战争,农,打得挺激烈,晚安,打赢了,回家睡觉。 27月2日晚上,权威媒体军事频道发布消息,中非就南海问题举行会议,按照公开的消息,至少有一点共识已经达成。 双方认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,符合中非双方利益,参加会谈的有外交、国防、自然资源和海警等部门代表,菲律宾来谈了,对比下过去菲律宾在美国蛊惑下的嚣张态度,大家就不难明白,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让菲律宾受刺激的事,才让他们改变了态度,从疯狂叫嚣战争到开始呼吁和平了,发生了什么事呢? 美国大张旗鼓在太平洋,搞击沉中国航母和两栖登陆舰的演习,按道理这个时候菲律宾应该更加嚣张才对,只有前面那个网络盛传的传言能够解释,中美电子战,其主子都挨打败退跑路了,君子报仇。 十年不晚,三十年更是换了人先,美军之后如果还想在南海和中国找麻烦,将只有等着被我军碾压的份,菲律宾特战部队一人断指,七人受伤和八枪背脚的画面,还历历在目,这才两周不到,又来逃打了。 一夜之间,菲律宾推翻了人爱交事件以来的所有表态,再度对话强硬称,人爱交事件是中方为阻挠非方不及行动,采取的蓄意武力行动,而且特别强调,以后非方不会公布任何不及行动,不会也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或许可。 显然小马克思再度把人爱交事件的锅甩给了中国,铁勒心要将这场较量持续下去,面对如此泼皮后,中方还会手软。 据开源的地理商业情报分析公司的卫星图片,南部占据海军002型航空母舰山东舰,6月25日离开军港,于6月26日,现身菲律宾旅送到以西200海里外的海域,6月30日在此更新航母位置, 显示其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北郊之间的海域,山东号航母此行,绝对不会是无地放逝,实际上咱们之前也聊到过, 在仁爱交冲突期间,南部战区便精锐进出,四艘055型万吨驱逐舰,两艘052D型驱逐舰和两艘054A型护卫舰,全部出现在了仁爱交附近海域,此外还有一艘075两棲攻击舰, 一艘071型两棲船五登陆舰和一艘901型大型综合部级舰,正在仙兵交附近执行任务,现在山东号航母也来了南海, 带着一艘052D型防空驱逐舰,两艘054A型导弹护卫舰和一艘901型综合部级舰,这样的配置,别说是对付菲律宾了, 就算是对付美国海军一个航母打击群,基本也就这样,显而易见,收拾区区区一个菲律宾,让咱们航母特地跑一趟, 这都不是大炮打蚊子了,所以山东号这一行到底是出去干嘛的,其一是离菲律宾200海里的区域活动, 这个距离菲律宾大部分区域都在山东舰的打击范围,威慑意味十足,咱们也确实没必要掖着藏着, 就是过去威慑菲律宾的,给这群猴子看看,什么叫做大国海军,现在中非的问题,不再是局限于南海岛礁, 小马斯克政府新增美军基地,部署中程导弹,这是踩了南海、台海的红线, 所以山东舰实施军事威慑,没得商量,其二是这次山东舰出港,威慑菲律宾只是顺带的事, 给飞猴看看大国威夷,基本就撤了,那接下来去哪儿,肯定还是通过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, 主要任务是和往年一样,开展远洋演训,山东舰2019年入列,经历了四年的战斗力生成循环, 从行动规律来看,基本上是每半年出动一次,每次在远海和近海活动一到两个月, 现在刚好又到了2024年度脉动的时候,其三是美军正带着一帮小弟,在环太平洋演习, 出于礼貌,咱们航母编队,确实也该去筹一筹, 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,已于6月27日正式开始, 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消息,本次演习共有来自29个国家,40艘水面舰艇, 三艘潜艇,14国陆军部队,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.5万名士兵参加, 据称今年军演的压轴大戏,是要击沉退役的4万吨级塔拉瓦号两栖突击舰, 这座4万吨级的准航母靶舰,所对应的正是中国4.5万吨级的075两栖攻击舰, 美国这是一点都不遮掩了,然而没等到重头戏登场,联盟老大再次被打了脸, 据外媒报道,在环太平洋军演期间,中美两军爆发了一场电子战, 导致导致菲律宾北部区域的GPS信号全部中断,整个吕宋岛陷入混乱, 经过12小时的激烈交锋,大票量最终选择战略撤退,解放军成功掌控了南海上空的电子控制权, 既然飞猴子和大票量整天把脸贴过来,那咱们捡着县城的靶子摸摸刀,也未尝不可, 毕竟咱们下角子的速度虽快,但航母形成战力的时间并不算长, 对航母战术的摸索,以及现有体系的融合,需要通过长期历练才能实现, 有了这免费的陪练,带福建舰形成战斗力,或许咱们就该去夏威夷逛一逛了。